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家 欢迎一下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家 这里是上海市长林区中山公园 我们的上海学习中心 我们北京也有一个在东智门 原来招生真的非常的困难 13年的11月份那时候有个朋友 推荐我去了一个相亲节目 大家好 我叫刘芬阳 来自香港 今年28岁 是一家粤语香港话的创始人 节目之后第二天就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是 作为一个小客服 那个小姐还说 你好 我想学粤语 我问她你从哪里找到我们 她就说我昨天看到你老板上电视了 那你来教我们的话多久能学会 多久啊 看你们这么聪明的话 我觉得15个小时完全可以了 真的啊 对啊 你先走 趕快跟他去 走 走 走 快去 再见 那Siglum是什么意思呢 Siglum就是说这个人的话 思想比较成熟 所以说这个Siglum的话呢 就指那个思想不够成熟 或者是说不准考虑一些将来 为什么要说以东地狱呢 就因为口语化的充电宝 你会有点恶心呢 为什么要这样扭打OK 你想象一下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怎么用充电宝 你的那个充电宝是放在兜里 懂了吧 2010年的时候呢 就来到上海这边找工作 就正好找到一份工作室 在基金里面做那个分析员的 可是那时候的工资比较低了 只有人民币4000块 就为了生活呢 所以呢 我就找了一些兼职 最后发现原来粤语了 还有会有人在上海 还会有人去学的 之后呢 那时候就在想 有没有一天我能够创办一家企业 或者一家培训机构 专门是叫粤语的 还有这边是我们一个小的教室 你看到也是用香港的一些地名来命名的 比如说这个叫TST 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呢 不知道 哦 千沙嘴 铜锣湾 铜锣湾 Cosway Bay MK就是旺角 哦 旺角 对 2014年 暂时运营在上海 北京我们也有学习中心 之后也提供了一个网络的 约语课程 跨全国二十几个城市 之后呢 我们累计学员呢 也已经有两万多人次了 这两年呢 我们也跟那个互相网 还有有到这两个互联网教育平台合作 也提供一些网络课程 给到全国的一些学员了 给到全国的一些学员了 因为对香港的话很感兴 下一步我们还是会在全国其他重要的省市里面拓展 那个开拓那个线下的学习中心 打造成为全国汉语方言 在粤语这个类点里面呢 最大的内容提供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